就在这一般的年节假日运输当中 偶尔会出现火车托班务实的情况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法律专家认为 在某些特定状况之下 旅客是可以要求赔偿的 什么样是特定状况呢 以下是记者林天琼旁五号的报道 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 搭火车要严格遵守时间 是一项绝对的定律 这也就是大家经常讲的 火车是不等人的道理 万一错过了火车班次 除了选择改搭其他班次火车以外 乘客可能会因为不能退票 遭到财务上的损失 虽然火车班次绝大部分 都是准时开出准时到站 不过在某些特例中 也偶尔会发生乘客苦等火车不来 火车误点或是吃烟到站 火车不等乘客有理由 但是如果乘客等火车要怎么办呢 乘客可以要求铁路局赔偿吗 铁路局表示 法令上好像没有提到这回事 这种对消费者明显不公平 而乘客又忽略的问题 消息会秘书党蔡条章表示 火车误点这个是要运用 民法的有关运送年的责任 也就是旅客运送 那么发生吃烟的时候 依照民法654条 运送人要付损害赔偿的责任 蔡条章认为 除了一些不可规则于铁路局的因素 造成火车运送吃烟以外 乘客可以根据实际上所受的损失 向铁路局请求赔偿 关于吃烟而发生的损害赔偿 以实际上你受到的损害 以及所失掉的利益 作为损害赔偿的内容 事实上在去年三月间 台中火车站就曾为了火车误点 而赔偿旅客金钱 火车误点食言盗战 铁路局必须负责任 只是许多公民事业中的一部分而已 其他诸如电信局申请的呼叫器被盗用 大哥大电话被盗码 这些会影响到消费者权益的情形 消费者可否申请请求赔偿的问题 也都值得民众和有关机关深入研究 请不吝点赞订阅